本次调价是2018年第12次上调,调价后,2018年成品油调价将呈现12-7跌1个浅的格局,算上本次调价。 今年油价上调次数已经超过去年全年,随着原油变化率正值范围内提升,国内成品油限价三连涨几成定值。 政策消息面丽好宣传,记者今日从多家训绘监测机构获悉,今晚24时,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将会迎来三连涨。 折算成升价,预计92号汽油上涨0.19元每升,0号财油上涨0.2元每升。 据隆重测算,本周期第十个工作日,的原油变化,率收于3.95%,相对应的成品油限价上调幅度,预计为汽油240元每吨,财油230元每吨,折合每升89号汽油0.18,92号汽油0.19,95号汽油0.20,0号财油0.20元。 隆重资讯由品分析师李燕表示,本次调价是2018年第十二次上调,调价后,2018年成品油调价将成现12涨期跌一个界的格局,算上本次调价。 今年油价上调次数,已经超过去年全年。 李燕介绍,近期加油站零售方面,油会促销策略没有太大变化。 当前,中学化的主营站优惠幅度多在0.5到0.7元每升,而您营加油站的优惠幅度多在0.5到1.2元每升。 部分您营加油站的特定日期,如每周二,可优惠至1.5、1.8元每升,而部分主营加油站的特定日期曲卡,可应会至0.8到1元每升。 主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认为,本次成品油先下上调后,消费者出行成本将再次增加,加满一箱50L的国务92号汽油,将会较之前多花9.5元前左右,由于国庆期间消费者驾车出行增多。 故而建议车主提前把油加满,孟鹏分析,后期来看,在伊朗受制裁原油产量,及出口必将减少的情况下,10月份国际原油价格或继续呈现往中上涨走势,受此影响,预计本次限价上调后,新一轮的原油变化,率仍将处在政治通道内。 10月19日24时,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再次上调的可能性依旧较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